好,看拳很重,这边腿很重 我们看波球的这个身体状态啊 对,非常强壮 对,非常强壮 哇,一个吸法 啊,两个人互相用肘做了这个波球的脑袋 对,在波球的头上留下了树道口子 所以呢,用纯泰拳打法的时候 他们贴近的时候裁判不会马上把它分开 对,因为泰拳有的话可以用吸喝走在近距离攻击 对,他们有这种内围的技术 对,内围的技术 好,我们可能进入当中 现在就是所谓的内围,双方在吸法 包括手上的变换啊,一直在变 对,就是为了让波球的后腿吸法频频得手 近身的吸法 好,又是一吸 好 上去会出现这种伤口 对,出现伤口 所以走是,我觉得在整个泰拳里头是最凶险的一种 对,非常的凶险 而且它是,又是两个人距离这么近的时候 哇,这两个人确实是把泰拳的风味完全打出来了 今天波球好像固定的进阵数好像是吸法比较多 对,然后一走,这一走 这一走很成熟的 对 刚才波球这个动作用的很是后手接后吸 像波球这个层次估计它已经把各种技法拆解到随行所义的程度了 打进阶段 来吧,此后会就有点想说 大阶的双方的内围较量 看看双方的内围较量 较 好 感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